大家好,欢迎来参加《创新科技嘉年华2022》的网上讲座。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讲题是《实浅炭中和的生活,城市人的迷思》。 我是今天的讲者,我是来自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沙田健康及生命科学系王佩恩老师。 今天我们会讲一下,其实作为一个城市人,我很想追求《炭中和的生活》。 我有什么迷思呢?我们会从三个角度去看。 首先,《炭》是什么呢?在我们的生活里,在哪个位置有呢? 如果我很想减少碳排放,行不行呢? 那《炭中和》又是什么呢? 我可不可以有能力去中和《炭》的排放呢? 《炭》在我们生活中,现在真是无处不在了。 它进入了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个活动。 例如,在我们生活里面,坐车、交通。 就算我们在用不同类型的交通工具也好。 我想,除非你是爬艇,用饭船,踩单车,马车,或者三轮车。 当然,有部分都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来代步的,在香港。 我想,除了单车。 其他的交通工具也需要用能源去推动。 既然用得能源,我们香港用的能源的来源是什么呢? 都离不开是石化燃料。 例如,汽油,柴油,电,都是石化燃料。 其实,炭已经进入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活动。 我们的物件材料。 在用这些物件,它来之前的生产过程,都用能源去生产。 甚至,这些材料的生产过程,再追远一点。 都需要用能量去推动。 即是说,一说到能量,基本上我们都不能摆脱碳。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就算我们在用上面这张图,一个这么环保的餐具。 它已经是木的碟。 不秀钢餐具。 可以不断地重用。 但它总有会破损的一天, 而我们会送它去堆田区处理。 在现在的处理手法。 如果我们送这一套餐具去堆田区处理的时候, 其实这个不秀钢的餐具, 会需要以连计去到被降解。 然后它会分解出铁, 碳,碳,和其他合成不秀钢的金属成分。 而这个木碟,如果我们送它去堆田区处理的话, 因为木碟当然由木材组成。 木材本身的原材料都是纤维。 在植物的细胞壁里面, 其实结构就像一条一条很长的丝绊。 你看看化学结构里面,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学过化学。 但在这个化学结构里面, 其实里面是含有很多碳, 无论它是木质素, 还是纤维, 里面每一个接口位都是一个碳。 所以根本就是一个天然的碳组合成的天然材料。 当它分解的时候, 都一样会放出二氧化碳。 而在用品的生产过程的时候, 都是需要用能源的。 譬如我们每天都需要用水。 其实在我们的日用水, 都是需要经过水务署, 再送进去我们的水处理厂, 经过过滤, 才可以再送到我们的家用。 整个过程里面, 当然, 都牵涉很多水泵。 而这些水泵, 都是需要用电去推动的。 如果说我们生活里面, 用得水, 就会有污水需要排出来。 当污水由我们家的污水后, 送到污水处理厂的时候, 当然, 中间都需要用水泵去推动。 这个处理的过程。 但是, 就算去到最后, 处理完, 淋排出去大海, 已经处理好, 合格, 干净的水。 我们都需要经过紫外线的灯去消毒, 然后才排出去大海。 这盏灯又要用电去开的。 而, 在这些用电的过程里面, 背后的电在哪里来的? 香港, 在今天, 这个Talk 讲的时间, 我们仍然有燃煤发电的。 亦都有用天然气发电。 我们亦都有用生物气去发电。 我们的生物气, 其实现在由奥克温在小豪湾收了工商业。 然后就去处理。 处理完之后, 就会排出甲丸气。 当甲丸气燃烧的时候, 就会产生电力。 虽然现在可以产生的电力, 只是足够供应3000户去使用。 相对香港用燃煤和天然气发电的比例仍然少。 但是, 它也是我们的燃料的一部分。 亦都是一个环保的燃料。 污泥, 我们的污水, 其实送了污水厂处理完, 干净的水排走。 里面的沉积物, 污泥是会拿去压走多余的水分之后, 送去T Park原区, 去到焚烧。 焚烧的过程亦产生热能, 亦可以发电。 当然, 焚烧的过程产生热能, 污泥里面都是含有碳, 所以都会排放二氧化碳, 在发电的过程。 说法, 只要你需要用电, 在今天的香港, 是不能避免二氧化碳的排放的。 以下的这些物件, 都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不可或缺。 它的原材料, 很多部分都是由碳组成的。 当然, 这里很多都是塑胶, 比如塑胶玩具, 在这个电器里面的外壳是塑胶。 这张八达通卡, 我想香港都没有什么人是没有的了。 甚至有不止一张, 这张卡的卡面都是用塑胶做的, 塑胶已经有很多碳了。 塑胶, 外壳, 里面的显示屏, 都用很多碳去做原材料, 才可以做出来。 手提电话, 电话壳, 雪柜, 冷气机, 当然不单是壳壳和内壤。 最重要的是它里面的制冷的化学物质, 雪种, 或者叫做制冷制。 今时今日, 雪种已经相对以前, 对环境的影响减少了很多。 因为以往的时候, 当雪种没有合适处理, 放出来大气的时候, 它揮发了上大气层, 其实是会破坏我们的臭氧层。 当技术一直发展, 现在新的环保雪种, R32, 其实相对影响我们的臭氧层, 已经少了很多。 令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减低了很多。 相对很久之前的R12雪种的影响, 如果我们用一个数值去比较影响的话, 那就是10,000低度675, 即是十分一都不够了, 相对以前的影响力。 但是, 无论是雪种, 塑胶的外壳, 车胎都是用橡胶去做, 里面一样都是油炭, 无论它是天然的炭, 还是由石油化工提煉出来的原材料, 都一样含有炭在里面。 当这些原材料, 有一天我们用完这件物品, 可能我用到一张八达通卡断了, 然后要交给八达通公司, 去到换过一张新的, 退回去, 拿回按针。 那它会怎么处理呢? 这个塑胶烂了, 当然, 如果很有心的, 可能会碎了那个塑胶, 拿回里面的晶片出来, 那些塑胶可以拿去做重用回收, 重用回收给它一个第二次生命, 那个塑胶料, 不至于送去堆填区, 然后就等厌养降解, 再放出很多异样化碳。 说真的那句, 厌养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降解呢? 我们经常说数交易降解, 会否五百年都未能降解呢? 没人知道, 大家都盘算, 估计, 无论如何都好, 得出来的时间是很长很长, 所以, 其实, 碳已经进入了我们生活里面很多个部分。 可能你已经在生活上非常注意环保的细节, 省点水, 省点电, 因为用少了这些资源, 背后去到铲水, 铲电给我们用的过程都需要用能源, 间接我们也减少了碳排放。 随身大被环保袋, 用少了新的胶袋, 于是, 那胶袋又不会送到堆田区, 碳排放又会减少了。 尽用一些物资, 去到回收, 希望它有第二生命, 不会送到堆田区, 又等讲解, 又放二氧化碳。 浪费食物, 现在已经很多朋友都不会浪费食物了。 相对很久之前, 大家说去饮宴的时候, 我们要叫十二道菜, 因为有余有剩才好意投。 今时今日, 很多人都做到这件事, 就是不会那么浪费的了。 不会为了好意投而叫多吃剩, 然后由它丢。 所以我们的厨余产生, 其实已经少了很多了。 相对以前。 那大家, 其实这么注重, 实践环保生活, 简直是达人。 那是达人, 又是否真的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还是, 我们有我们做, 其实做完, 都没有什么帮助的呢? 最彻底的, 可以减少碳排放。 难道我们要变回原始人的生活? 不是吧? 也没有这样的可能。 难道原始人都没有碳排放吗? 那当然不是吧。 他们开火明火烧烤的时候, 已经有碳排放。 不过当然, 他们的碳排放量很少。 当时的环境, 大气, 和我们的海洋, 绝对可以吸收到他们当时的碳排放。 但是, 我们的生活已经进步了。 还可以回头? 我想, 我和你都不可以像他们那样生活。 那如果不可以, 又可以怎么做呢? 如果减少碳排放, 我们都会怀疑自己是否正在做。 不如从另一个角度去看看, 中和碳排放行不行? 什么叫中和碳排放呢? 不如我们先看看, 什么叫碳排放呢? 然后再看看, 如何为之叫中和呢? 其实, 碳排放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 一定会牵涉能量的使用。 无论是你直接用电, 还是因为你用材料, 所以间接地用了能量。 背后都是会排放二氧化碳出大气。 就算我们用的能量, 是用沼气发电, 或者我们叫甲软气。 甲软气在哪里产生的? 比如我们香港堆填区, 这张照片上看到。 我们香港堆填区, 当然当我们的家居份物降解的时候, 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扔很多家居份物, 里面当然有很多可以降解的部分, 比如厨余, 或者狗报纸, 那些。 送到过去, 当没有做好分类, 他去了堆填区埋住, 在厌阳的情况之下, 几晚都会做降解。 降解的时候, 然后就会出甲软气。 甲软气就会被整个堆填区里面本身有的喉管收集。 收集了之后, 就会燃烧, 拿来发电。 发电的过程因为燃烧, 都会排放二氧化碳出来。 既然如此, 只要我们现在的能量是以炭为基础的化学物去使用, 都会排放二氧化碳。 这就是我们的碳排放的来源。 如果我们说中和, 那碳排出后, 可不可以收回来呢? 其实呢, 在我们的地球里面, 一直都在行这一件事。 所以, 为何在原始人的时候呢? 他们是中和到整个碳排放的。 所以, 碳中和, 不是一个特别新的概念。 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只不过以前没有特意拿来说, 因为整个环境就平衡了。 在我们空气的二氧化碳排出, 收回到哪里呢? 其实有几个地方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海洋里面的珊瑚。 珊瑚? 我们有造礁珊瑚。 其实造礁珊瑚里面的珊瑚礁, 里面的含碳量是很高的。 碳酸钙。 所以, 你听到碳酸钙有个碳字。 这个过程就是它需要用在海水里面的碳酸钙去做。 碳酸钙从哪里来呢? 就像下面这张图一样。 其实是空气里面的二氧化碳, 融了在海水之后, 在海水里面当然还有其他化学品, 天然的化学物, 不是我们加进去的。 所以它和海水混和之后, 其实会自然形成碳酸钙这个物质。 这是海洋里面的碳储存。 除了海洋之外, 其实我们的植坯也很重要。 植物会做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最重要的是吸收二氧化碳。 吸收二氧化碳的植物做了能量之后, 就支持它自己的生长。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经常说, 我要减少自己的碳排放呢? 我就去植树。 当然,植树的过程, 它是不是完全是那棵苗整个生长的过程呢? 或者你植了下去, 它真的快高长大, 帮你吸收到多点碳呢? 就看你植的位置对不对。 假设如果一棵苗可以成功地生在一个地方, 之后呢, 其实它生长的过程里面, 也都滋养了其他的生物在它附近生长。 比如有人, 在泥里面的其他的微生物。 当然地上就不是只有一棵苗, 也有其他的植坯, 比如草。 只要它是植物, 和泥土, 其实里面都可以存在很多碳, 不过就不再是一棵黑色的碳, 或者不是二氧化碳, 是整个化合物里面一条很长的链, 比如纤维里面大有碳, 或者是一条幽引, 它身体里面的细胞都会含有碳。 当排放出来的过程, 和吸收进去这些系统的过程, 它们的分量是相等的话, 这个我们就为之碳中和。 所以排出去大气, 收回来, 落到地下和海洋, 是一个很重要的平衡。 如果达至这个平衡, 我们就叫这件事碳中和。 很可惜, 在我们现在这么现代化的生活, 人口这么多, 这么密集的时候, 我们用很多汽车, 用很多技术, 我们排出来大气的二氧化碳量, 是很高的。 远远多于大气, 从大气吸收到碳的地下和海洋里面。 既然如此, 就失去平衡了。 失去平衡, 于是, 就当然达不到中和的效果。 大家在生活里面, 就很尽力地做好大家的环保生活。 就是减少生活中排出来的二氧化碳,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减碳。 就是你用少些新的物料, 多些循环再用, 减少用电, 减少用水都可以减碳。 因为在过滤水的过程都要用很多能量, 间接是有很多碳排放。 我们尽量去做, 减少排放出去大气。 好了, 都好像做到很尽了。 那我们再度回来, 我们可不可以提升, 由海洋和地下吸收多些二氧化碳呢? 由大气那里吸收多些进来, 大气那里。 那我们就放多些也不怕, 没有那么大压力。 你看到我打了个问号, 就很明显这件事很诚意。 因为这是大气的过程, 其实我们改变不了大气的过程。 而且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其实我们一直在开垮很多天然的森林, 比如亚马逊森林, 在印尼的一些天然的雨林区, 被人开垮, 用来做种棕榈树, 然后拿棕榈油, 因为是一些有经济价值的植物。 于是我们的物种的多样性又少了, 植物的密度也没有天然的那么高。 在海洋里面, 其实它可以吸收到的二氧化碳也少了, 因为我们现在排里面的海洋酸了, 所以它吸收到的二氧化碳也少了。 而且我们的珊瑚也因为海洋酸化, 我们的气温上升, 海水的气温, 温度也上升, 所以珊瑚也多了出现白化, 造植山湖的数量也减少。 所以可能大家不时都会听到新闻里面说, 比如澳洲大宝礁, 一路白化, 面积越来越缩少, 其实香港也是一样的。 所以以你个人的力量, 其实你减碳的行动已经帮助了这个社会。 既然尽力了, 还可不可以再做好些事?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呢? 其实我们香港的政府, 经过环境局, 都有推动到, 推动到碳中和的。 这就不只是说一个概念, 因为其实在联合国都在推动这件事, 我们香港的目标, 希望在2050年是达至碳中和。 那怎样做法呢? 其实都是从减碳的角度去到着手的。 首先我们会在发电的过程里面, 看看原材料还可不可以改善。 其实我们香港用电量是偏多的, 因为我们始终都是一个人口很密集的地方。 其实我们发电的占的碳排放, 占我们全港的总量是66%。 如果是这样, 我们会不会发电不再用和碳相关的燃料呢? 所以香港政府其实在推动, 我们可不可以淘汰燃煤发电。 咦?你说淘汰燃煤, 我们正在烧天然气, 有一部份也对。 天然气也是石化燃料, 或者叫化石燃料。 我们可不可以由燃煤推去低碳, 再推去零碳的能源呢? 零碳能源有什么选择呢? 因为核能是一个无碳的能源, 因为用油去发电。 油发电当然是无碳, 当然大家都会担心核能安不安全。 不过其实我和你每天都在用。 我们最近的大亚湾核电厂, 每天都有供电来香港。 我和你生活中不知不觉用了都不知道。 现在正在推动很多再生能源, 例如我们用太阳能。 所以市民家中的太阳能板是可以自己用, 只能买电上电网, 中电也正在推动。 水力发电就不是我们香港现在做的, 但是会不会附近的地区, 其他国家有水力发电站, 而可以卖电给香港呢? 于是我们就不用再消化燃料去发电。 还有一个很重要新的能源就是氢气。 氢气本身就很危险, 很容易爆炸,很不稳定。 但是是否真的危险到不可以用呢? 我们说的危险就是因为爆炸那一下就是能量。 所以其实可以研究一下, 其实在外国已经在用Hydrogen fuel cell, 用轻能推动的电池去做我们的交通工具。 另外,我们因为香港人口也很密集, 所以我们有很多建造物。 我们留在室内的时间也多, 因为我们都是热大地方。 于是留在室内, 夏天会开冷气, 其实冬天也开了。 公用照明, 电梯, 因为我们的大厦很高, 你也不可能住30楼, 每天都走楼梯回家。 于是这些公用设施, 其实用电量是很高, 占了全香港90%。 所以推动碳审计, 希望多些大厦或商业机构去看看自己的大厦, 其实用电分布在哪个部分比较多呢? 会不会在高用电量的活动, 或者机器里面, 会作出一些合适的安排。 例如, 调节它的用电时间, 小人的时候不开那么多灯, 小人的时候不开那么多电梯, 或者用风扇配冷气, 所以大家觉得够舒服, 就不需要开那么多制冷气, 其实有时开冷气也挺冷的。 合适的维修, 因为机件老化故障时效率不太好, 其实用电量也会变得多。 但当经常都要维修, 甚至维修件也开始买不到, 因为有些机器用得很久。 那会不会真的要考虑换换新型号呢? 不是去到真的没得整, 难到停了, 没得用了, 大家很不方便的时候才去换呢? 那么早一点换, 虽然大家会感觉是否浪费呢? 但是想长远一点, 其实用一个这么旧的电梯, 或者冷气机, 它的能源效益不好, 于是我们换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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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 这个环保达人很少会坐的士或者不多用试驾车 会用公共交通工具多 但是当我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 还有没有一些环保的选择呢? 我不可以逼巴士不再烧柴油烧别的东西 政府就在推动这件事 会尝试推动一下可不可以用hydrogen fuel cell 用轻燃料电池巴士和重灵车辆 譬如火车 我们的渡轮会不会不再是烧柴油的呢? 有没有其他选择? 我们香港的私家车 其实有很多消气油 或者有hybrid car 混能车 当然市面已经多了很多电动车 那还可不可以再多些? 还是全香港的私家车 可不可以转车做电动呢? 当然了 那我们的电从哪里来的? 所以正话说了发电的部分 如果我们的电也减少了用化石燃料的碳 去到发电的话 那我们推电动私家车就更加有意思了 在谭众和上 另外大家每天很积极地推动的就是做多些回收 你做多些回收就是不想丢那么多垃圾 做得好 你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因为当下半年 夏年 2023年下半年实行的垃圾气质的征费里面 你就不需要适应了 因为法例现在已经通过了 是预备在二三年下半年就要实行了 所以扔少些东西去堆填区 但是扔少些东西去哪里? 是不是很多东西都可以回收呢? 大家现在去很多陆在区区 拿家里的纸、塑胶、金属、旧家电 可以回收的都送去陆在区区 做很多分类 但是一直以来 厨余其实都是我们心里很想做的事情 但是很困难 当然在18年的时候 奥帕一开了 收紧工商业界的厨余 收紧200吨 都比没有好 现在只有一间厂 可以怎么办 全香港都送去小浩湾 小浩湾的奥帕1都处理不完 所以政府积极在推动 奥帕2 刚刚在10月6日就平了顶 平了顶 即是期望它很快 就可以正式里面开始营运 叫起好 当然里面很多测试要做 奥帕2就大一点 可以处理300吨 希望可以处理到元朗 和北区的厨余 但是要找地方 奥帕一点都不容易 所以 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做呢 其实我们的污水处理厂 本身可以处理污水的 里面也有一个污泥处理设施 污泥压干水之后 就会送去T Park烧 送去T Park烧 都要运过去 因为运辆车 T Park在屯门 冬古摊 在屯门冬古摊 每一个污水厂都混进去 都很远路程 驾车客也是碳排放 有没有地区性的处理方法 其实在今年 大埔污水厂 就试行把厨余和污泥 一起做厌养消化 混合来做 因为只污泥太单日了 里面的营养成分不够多 给一些细菌去消化 所以混合厨余就对了 厨余神仙 营养很多 于是消化了就可以出甲软气 这个厨余污泥共艳养消化计划 其实在大埔污水处理厂 现在进行 希望二三年 沙田污水处理厂 都可以加入在一起 虽然少少地 每个地方50吨 但是不用运那么远 地区性处理 都不为是一个非常好的处理厨余的方法 有这么多方法 Yes 当然碳排放可以再减低 于是大家就会觉得 以我做的环保生活 减碳行动更加有意思 亦都更加容易达成目标 我相信你作为一个环保大人 和你身边的人多些推广宣传 他们一定更加容易加入 我相信大家向你身边的朋友 推荐绿色生活的时候 都不会单靠口讲 拿一些很实际的工具 推荐给他们 我相信 Hanson的低碳生活计算机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大家可以探索QR Code 就会去到计算机的网页 那就可以计算到自己的碳排放有多少 入到网页里面 其实这个是个人版去到用 所以就会把我们生活里面的衣食住行 四个方面分别都答几条问题 之后就会计算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有多少吨 所以当你的生活稍有转变 计算出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又少了 那你就会知道 咦?原来我在做的事 果然是帮到改善这个环境的 大家尽力向你身边的朋友推广 推己及人 希望我们碳中和的目标 就不远了 很快可以达到 在这里多谢大家参与今天的讲座 今天的讲座来到这里就完结了 多谢各位再见 第二天 好 感谢观看